北京时间8月22日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,在彭加诺体育中心展开第4日争夺,男子自成为100米自由泳建立决赛,由杨金童、曹吉文、孙杨和于赫鑫组成的中国队,13分13秒29获得亚军。 日本队以3分12秒68夺得冠军,并且打破赛会记录,新加坡队获得第三名,决赛开始后,中国队和日本队一马当先,率先冲出去,杨金童落后于严谱胜离,日本队暂时领先,随后的50米,杨金童开始加速,100米时日本队48秒85排名第一,中国队紧随其后。 第二棒,中国队派出了曹吉文,他对抗松原克阳,好省实力突出,逐渐扩大领先优势,曹吉文紧紧追赶,新加坡追得也非常凶。 交接棒时,日本队领先中国队超过一秒,暂时排名第一,第三棒,孙杨对抗中存克。 他逐渐缩小差距,但还是没能实现反超,中存克第一个交接棒,中国队落后,日本队1.33秒。 最后一棒,中国队派出了于赫星,他全力加速,最后一个转身时,日本队第一,中国队落后0.81秒,新加坡队第三,重刺阶段,于赫星开始提速,逐渐逼击日本选手。 不过,由于前边落后太多,最终日本队以3分12秒68夺得冠军,打破了中国队的保持的赛会记录,中国队以3分13秒29获得亚军,新加坡队以3分17秒22获得进军。